接吻如何有益于您的健康 为什么你应该撅嘴 接吻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吗 在问候朋友时 你喜欢是非吻 还是真正的吻 当你在家庭聚会上 你的阿姨给你一个长久热情吻时 你会退缩吗 也许这个时候你应该闭嘴相迎 事实证明 接吻无论同你的家人还是朋友 会给带来很多精神和身体上的益处 是的 你获得的吻物有所知 这是科学证明的 看看他们说的益处有哪些 以它能增强你的快乐荷尔蒙 接吻会触发你的大脑 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的混合物 通过点燃大脑的快乐中心 让你感觉很好 这些化学物质 包括催产素 多巴胺和血清素 可以让你感到心快 鼓励感情和联系的感觉 它还可以降低你的皮质唇 压力和耳蒙水准 二致有助于您与他人建立联系 催产素是一种与配对键 有关的化学物质 接吻时释放的催产素 的冲动会引起感情和疑恋的感觉 亲吻你的伴侣 可以提高关系满意度 在长期关系中可能尤其重要 当您的血管扩张时 您的血流量会增加 并导致血压立即下降 所以这意味着 接吻对心脏有好处 无论是字面上还是应用上 三病对你的自尊 有切实的影响 除了提高你的快乐和耳鸣 接吻还可以降低你的皮质唇水准 有可能改善你的自我价值感 研究人员在2016年的 一项研究中发现 对自己的外表不满意的参与者的 皮质唇水准更高 虽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但每次接吻时 皮质唇暂时下降并不是 打发时间的坏方法 此它还可以缓解压力 说到皮质唇 接吻会降低皮质唇水平和压力 接吻和其他深情的交流 如拥抱和说我爱你 会影响与压力管理相关的生理过程 五减少焦虑 压力管理包括你 处理压力和焦虑的能力 没有什么比亲吻和一些感情 更能说明你平静下来了 催产速可减少焦虑 增加放松和健康 六它可以扩张血管 有助于降低血压 接吻可增加你的心率跳动 以一种扩张血管的方式 来改善你的血压 当您的血管扩张时 您的血流量会增加 并导致你的血压立即下降 所以这意味着 接吻对心脏有好处 无论是字面上还是应用上 七点 这也可以帮助缓解抽筋 血管扩张和血流量增加的作用 可以帮助你缓解静卵 促进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 也可缓解晶气静卵 当你处于糟糕晶气的阵痛中时 亲吻是值得的体验 怕 书馆头痛 亲爱的 我头疼 改为 今天我有点头疼 亲爱的 来抱抱 亲亲嘴 血管扩张和血压降低 也可以缓解头痛 接吻还可以通过 降低压力来帮助您预防头痛 血压是已知的头痛诱因之一 就它可以增强您的免疫系统 交换唾液 可以使您产生增强免疫系统的新细菌 来提高您的免疫力 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经常接吻的孵符 再唾液和舌头上共用相同的微生物群 使减少过敏反应 接吻已被证明 可以显著缓解寻麻 整合其他羽瓜粉和家庭沉满 相关的过敏反应迹象 压力也会加重过敏反应 因此接吻对压力的缓解 也可能以这种方式 减少过敏反应 十一 它与总胆固醇的改善有关 201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增加浪漫接吻频率的夫妻 血清总胆固醇有所改善 控制胆固醇 可以降低患多种疾病的风险 包括心脏病和中风 十二 它甚至通过增加唾液产生 来预防蛀牙 接吻会刺激唾液险 从而增加唾液分泌 唾液可以润滑口腔 帮助吞咽 并有助于防止食物残渣 粘在牙齿上 这有助于防止蛀牙 十三接吻 是与浪漫伴侣是否般配的 可靠情侣表 事实证明 1964年的经典之歌 是对的 这是在她的吻中 201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接吻可以说明 以评估潜在伴侣的合适性 根据接受调查的女性 当谈到她的吸引力时 初吻基本上可以成就 破破坏她 十四亲吻浪漫伴侣 可以增强你的性欲 浪漫的接吻 会导致性唤起 并且通常是女性 来决定于某人 是否发生性关系的驱动力 唾液还含有一丸激素 一种在性唤起中 发挥作用的性激素 你接吻的时间越长 越热情 释放的一丸激素就越多 十五你亲吻的越多 你会变得越美丽 接吻的行为 可以设计二到三十四块 面部肌肉 经常接吻 会定期使用 这些肌肉 会锻炼你的脸 和脖子的肌肉 接吻可能有助于 紧缩您的面部肌肉 锻炼面部肌肉 还可以增加 胶原蛋白的产生 从而有助于 使皮肤更紧致 更年轻 十六 它甚至燃烧卡路里 使用这些 面部肌肉 也会燃烧卡路里 你可以每分钟 燃烧二到二十六 卡路里的热量 这取决于 你接吻的热情程度 如果 你想减肥 这可能不是 最好的锻炼方案 但它肯定 胜过在 椭圆机上出汗 接吻 无论你在接吻谁 都可以对你的情绪 和身体健康 产生积极影响 接吻 使双方自我感觉良好 可以帮助加强 各种关系 所以经常接吻和亲吻 这对有好处 尽管有这么多 提到接吻一处 我们对接吻的原因的 理解有限 有些研究的结果 提醒我们 接吻 并不总是关于浪漫 是的 接吻通常是出于 关系或性兴趣 但有时是出于 不安全感或目标实现 有时也许两者 既而有之 接吻动机的泪别 接吻的女性关系原因 感觉很好 这个人的外表 让我兴奋不已 我想营造气氛 我想感觉 同这个人保持联系 我想增加情感纽带 这很有趣 我想向这个人表达我的爱 这个人很有吸引力 我想让我变得兴奋 我想发起其他性行为 我想表达 我对这个人的爱 接吻的目标 还有现实和不安全感的原因 我对这个人很生气 所以我吻了别人 我想平衡一下 我想要加薪或升职 我想违抗我的父母 我想要这个人帮一个忙 我正在与某人竞争 想得到这个人 我想惩罚自己 我想提高我的声誉 我想受欢迎 我想伤害或羞辱某人 我想让别人嫉妒 尽管我们接吻的 会有许多益处 但是因为有些接吻的动机 可能不纯 要引你格外注意 例如接吻 以报复那个人的动机 可能与不忠有关 不忠会对个人及其他关系 产生破坏性后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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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